大家好,我是苏宇宏 欢迎收看发现新台币 很多人看了早期李小龙的作品 还有近期李安的《卧虎藏龙》电影 对于东方传统武术相当的神往 同时也想向往跟模仿剧情来个几招 在台北县就有个女孩子 她因为个人的兴趣 在十几年前一脚踏进了武术界 成为真正的习武之人 这两年她更集合了同门的师兄弟 共同创办了一间炼功方 他们的点子吸引了附近的住户 跟上班族的注意 大家都加入了这个炼功的行列 当田用力大声吆喝 这些小朋友穿上道服之后 一副威武正进的模样 不禁令人屏息挺胸 肃然其境 两眼直至前方 瞄准敌人要害 握紧拳头大力出拳 小朋友们各个集中精神 展现斗志 小女孩也卯足精神 跟着餐一咖 这会儿连娘子病都出动 看来最后的胜利宝座 他们可是势在必得 看前面眼睛要看你的拳头 因为防身 如果说一直持续地学的话 也有可以防身 所以起码不会防身 反应也会快一点 她刚好也有开瑜伽课 所以我们就一起上了 可是要不会浪费时间了 送完小孩进道场 妈妈随即来到隔壁教室 优雅地铺上软垫 缓缓转身 拉拉筋 放松心情 练瑜伽 这里变成周秀二日 家长跟孩子们的好去处 我们 因为我们在隔壁有开瑜伽 成人的瑜伽班 然后家长说 我的小孩要放在哪里呢 他说你们武术很棒 我需要我的小孩来学武术 我们就本来就是大人练的 我们就把难度简易化 然后让小朋友从小 就可以从练武的过程里面 可以修养 生洗 然后静下心来这样子 来这里练功除了可以防身 另外的好处就是能够 习武静心 修身养性 不过武功这名学问 自古以来就分成很多派别 眼前这位身穿黑衣 腰细黑带的侠女告诉我们 这里打的是八级拳 八级拳它是宫廷秘书的一种 其实我们有说外练筋屁股 内练一口气 那像小朋友他们其实对自己的 活动力比较强 然后所以他们静不下心来 很多的家长都会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有八级拳 可以让他们静下心来 动完以后可以静心 所以他们都会把他送到这边来练习 您可别误会 八级拳虽然跟太级拳都属于传统武术 名字只差一个字 但是他们可是八杆子打不着 而这位侠女严汝告诉我们 八级拳过去被视为大内拳术 是宫廷秘书的一种 因此是中国武术中发尽最为强猛的 也因为过去八级拳用来保护皇帝 跟一些重要的朝廷命官 所以一直被认为是军事机密 不能全面推广 直到现今社会 八级拳的拳法很多都已经失传 令人感到非常可惜 我们从开始学到现在 我是比较之前八九年这样子 那我的师兄跟老师他们都学了二三十年有 其实我们准备的时间很长 就是在专业的八级拳这一块专业的领域上 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如此 严汝还是跟着同门师兄弟一起努力研究 他们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练功 每个拳法跟细节都得绝对到位 不断挑战自我极限 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哇 这个动作 同一个动作可能要摔十几次 二十次 三十次 那老师说你这个动作做一次 跟做十次 跟做一百次 它的韵味是不一样的 一般人很难体会什么是误味 不过多练几次就熟能生巧 做出来的动作也会比较标准 严汝会想起刚开始练功时 对于老师不断要求做重复的动作 曾经为此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那时候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 老师应该是要超你的体能 对 应该不是说什么功力的 对 感觉应该是老师要超体能吧 不过后来时间久了 严汝也慢慢体悟出 仙人流传下来的每一个拳法 一招一式都隐约存在一般道理 从练习外在的体魄 渐渐转变为内在涵养的修炼 那到后来真的沉浸下来 真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你的 你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 所以肩膀常常会提起来 你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所以因为你在做这个动作 明明没什么事 为什么肠胃就自然的纠结 对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磨到的不只是动作的标准 而是心灵的放松 你还真正做出那样的运会 八级拳法的古书上记载 他的目标在于将所有力量 在一级之间爆发出来 严汝说透过练舞寻找身体的临界点 感受身上每一寸筋骨 就能够静下心来跟自己对话 其实我们说 我们的身体藏了我们的情绪 那其实不管是学拳或瑜伽 其实就在我们在格斗八级拳这边 你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是向自己的身体学习 因为我们大概很多人都是 脑袋以为会了 其实就以为自己肢体做得出来 那时候是我最 我也是觉得最困扰的 有时候其实我明明会了 为什么我身体就是做不到 一套好的拳法让人越打越有味道 练功十多年的严谷 跟其他更资深的师兄弟同心协力 终于在一年多前成了一间练功方 决定把这套沉寂已久的传统武术 向外拓展让大家知道 我们从大学开始学嘛 然后为了要把国术新的包装出去 推广给世人 所以我们又去学 所谓的运动行销学去考研究所 然后就是为了要把国术 就是用一个新的包装 让它出现在世人的面上 自从毕业于运动行销研究所之后 严汝不断收集国术界的市场资讯 找寻创新的灵感 仔细观察 这间道场的确跟我们印象中 传统国术馆那种大通铺不太一样 除了没有总反着一张脸的老师傅之外 还有年轻妹妹当柜台 一点都没有严肃的气息 不过讲到练功习武 最令人闻之怯步的部分 大概就是那最折腾人的师徒制度 这种制度在现在处处讲求情面的社会里 似乎也不太符合时代潮流 传统国术它可能扎马步 它可能就要扎个30分钟 就要扎公里 可是其实现在你也知道 现在的小孩 他们的承受压力的时间 比较没有把那么长 所以我们会用游戏化的方式 让他先喜欢这一个武术 让他先喜欢格斗巴基犬 那在游戏化的过程中 让他开始慢慢地进入 我们要的领域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把动作切割 让他在每一个动作 其实那个游戏就是我们设计的 动作里面 打破过去 徒弟学艺先得打杂的旧观念 用带游戏的方式 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没想到严汝跟师兄弟 共同商量的结果 竟然愿意放弃老师八股的师徒制度 改以运动跟防身为形象的面貌 重新出现 让巴基犬的演变 迈入休闲时尚的领域 它应该是要有时尚运动的功能在 而不是传统那种 打得很累又很辛苦这样子 其实它的功能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用一个新的技术 把它包装出来这样子 不仅重新换个方式介绍巴基犬 连着练功方里的瑜伽课程 他们也打算加以改良 将传统武术的精髓 带入瘦身瑜伽的运动中 不然是瑜伽或中国武术 它都大概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有的最古老的武拳 武术跟拳都是大概五千多年 那在这么多年的其实它有一个主轴的精神是雷通的 那我们在这个武学的切割方面 我们把那个主轴精神抓出来 就是它对身体的心灵的近况 跟气脉明点的一种提升 所以我们把它 我们研发出新的一种课程叫武术瑜伽 武术瑜伽是一门新鲜又有趣的课程 修身养性又可以健身 他们开班这个独一无二的课程 不但发挥了创意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 更因此开辟了新的商机 沿汝跟师兄弟们非常用心 不断发挥创意 让传统武术一跃走上时代尖端 除此之外 他们为了配合上班族的下班时间 让大家忙碌之余 还能享受高品质的休闲运动 还能够道府服务提供外派教学 然而尽管在技术上 练功方里的师兄弟们 都已经是武林高手了 但是在心灵成长方面 他们彼此为了挑战自我极限 仍然每天积极练功 他们努力的成果 不仅让国术界的前辈刮目相看 更在休闲运动界中 注入了一项新潮流 学子